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又共享环保健康吗 今晚咱俩下棋过子是吧 这么同学啊 这还没到十一点呢 今晚多出来的时间不加钱 你还没跟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真的要了 就那样是 是那样啊 你问这么多事要当我男朋友吗 就我要是以朋友的身份不能不能问你这些事吗 那朋友问那么多干嘛 再来说的 我的事你又不懂 对 我不懂 不懂谁懂啊 林诺言懂 小白俊 你干嘛呀 我今天心情不好回来找你玩会儿 你干嘛给我甩脸子 对 我就是个陪玩的工具 明白 也不配跟你分享你的心情 在我这里分享心事是情侣特权 我们俩又不是情侣 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嘛 怎么 你既想行使男友权力 又不想承担男友名分 那你 你这算什么呢 那你那个林教授呢 你跟他分享着工作的苦难 还让他陪你捉鬼 陪你养花 你一边跟他行使着女友的权力 然后一边还要问我要不要谈恋爱 你说算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扯到林诺言呢 我为什么不扯他呢 他今天只是来看了我一下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做 你明明也对我 你在吊着我 你为什么要吊着我 我只是想谈一个小小的恋爱 你至于跟我玩玉琴共作吗 我是喜欢你啊 什么 我是喜欢你 我没有吊着她 既然你也喜欢我 那你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够诚心 你只是觉得你生命很短暂 出于对生命的同情 你才要跟我谈得恋爱 而且你还知道 我不会跟别人接触 也不会对别人动心 所以这就是你要跟我在一起的 全部原因我都知道 是啊 这些理由是一部分 但是我的喜欢也是存在的 你看不见吗 我都跟你说过了 爱情对于我来说 是得之我信失之我命 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不是一个恋爱的工具 我也不是天天陪你玩 轻轻抱抱举高高的那个人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你到底是因为喜欢我 还是只能喜欢我 我 好像也不是只能喜欢你 对啊 你和我在一块儿 只是觉得你心里面比较有底 你可以把我拿住 我 我之前没有回应你 是因为我 我还不知道 我到底是喜欢你 还是只能喜欢你 但今天我可以特别 确切地告诉你 我是喜欢你 但不是只能喜欢你 蒋半君快到子时了 你去哪儿 我自己个人待会儿 蒋半君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特别讨厌透露 我特别讨厌透露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